在东北虎林园和阿滨园区生活着一只700斤的大老虎 当然像这种量积的在他们整个群体里面其实也属于少数 很多网友都喜欢拿各亚种的老虎体型进行比较 还有排名 但我依然觉得同一物种肯定存在中间公约数 就是各品种最普遍也最普通且同性别的老虎 其实体型都差不多 现在大家所看到的就是普通的东北虎 它们聚集在一起不为别的 正是为了一堵700斤虎王的风采 它们虽贵为顶级猛兽 无论吃熊 却依然都有仰慕大哥的坏毛病 即便被大哥一顿削 依然一顿小傲娇 看得出大型东北虎和普通东北虎之间 可以存在这么大体型差异 如果仅仅超大型的是东北虎 而其他都是别的虎种 肯定能说明东北虎大 但这个广为流传的情景却发生在东北虎林园和阿滨园区 很多人说是700斤东北虎出厂下退别的虎种显然 不成立好的这是迄今为止 相对完整的大老虎出厂视频 献给大家